嗨 大家好 那今天这视频呢 我会带大家分享一下 我购买过的所有Celine产品的一个集合 大概会有一些包包鞋子 还有配饰 那Celine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牌 就是我觉得他们家的设计风格 和他们家设计是本人非比一样 设计都非常的简单 简洁大型 但是却让人看起来非常的有质感 我希望今天的这个视频 可以给一些 即将想要购买Celine 他们家产品的人一些建议 然后希望这个视频 可以帮到你们 那就让我们赶快开始吧 那其实我买的Celine的第一件产品 就是他们家的这个box 我觉得很多人购买他们家的第一个产品 应该都会是这个包吧 其实这个是大概我在16年夏天买的 然后这个包其实是在 10年春夏季就已经出了 那其实到现在已经大概有七八年的时间了 它还是非常非常的火 它的这个设计真的是非常的简洁 然后它这一个包外面是小牛皮 如果这个包你从外面摸 外面看的话它就非常的硬挺 然后你打开把手伸到里面 有时候你去装东西啊 勾东西的时候 你可以摸到它那个小羊皮的质感 又会特别的柔软 你就会真的觉得它是一款非常有质感的包 而且就是Favey在选择这个五金的时候 我有看过一篇介绍说 它专门选了这一种就是没有镀膜的五金件 所以看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这种划痕 就划痕啊什么的 如果不太知道的人有可能说 哎你这个包是不是用的时间 就这个五金件用的时间很长 怎么会有划痕 其实没有 就是说它所追求的就是你用的时间越长 然后这个包它就会有越有感觉 其实我觉得BOSS他们家出的每一款包颜色都非常好看 不管是黑色啊焦糖色红色 我觉得都非常百搭 那其实我下一款包还是比较想入他们家的这一款焦糖色 我觉得不管是秋冬还是夏季杯的话都非常的好看 第二款包是他们家2016年出的这个Twisted Cabas这个水桶包 这款包的这个皮质也非常非常的软 它是外面是小牛皮的 然后它里面是这种抓绒有点就是有抓绒的里衬 然后我的这个拼金颜色是这一面是有一点发红的焦糖色 红棕色 然后这一面是这种特别深的咖啡色 然后它的包袋是白色 我觉得这三个颜色拼在一块 我觉得这两个颜色都是属于比较秋冬特别温暖的一个颜色 但是它配一个白色的这个肩带的话 又会觉得说整个包的设计感不会这么沉重 那其实这个包去年冬天我一直有在背 特别大非常能装 像我去坐飞机啊 然后去外面玩啊 我一直在背这个包 这个包的自重也非常非常的轻 因为这个包非常大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把你任何想装的东西全装进去 但是这个包有一个缺点 就是说因为它的这个皮质大家看不特别软 所以你在平常不去背它保管它的时候 我觉得你要非常的注意 你要给里面塞很多东西 这样让它挺起来 不然它的皮质长时间 这样塌热的话 等到你再拿出来的时候就会有折痕 但是也有比较好的一点 就是说就算它有折痕 然后你这样再去背它 重新给它里面粥东西 它的这个皮质就会立马恢复到原样 然后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随性的包吧 那下一款包是Celine在2017年年初出的这个frame 这个配色我觉得是他们家这个系列到现在以来最好看的一个配色 然后是白色配这种红棕色 然后这个配色我觉得当时的这个量应该是非常少的 因为到现在就是因为当时很多人想买 然后问我好像都已经断货买不到了 然后这个包外面的这个皮质还是小牛皮 我今天在拍这个视频前我有做功课 就是Celine他们家外面的皮基本上全是Calfskin 就是小牛皮 然后这个包里面的里衬它是小羊皮 然后这个包打开之后是这个样子 其实它的隔层还是挺多的 这是第一个隔层 然后这个拉链打开这块是第二个隔层 这是最大的一个可以装东西的地方 然后还有这块是一个小隔层 这个包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是挺百搭的 而且它的这个包带的设计我觉得特别好 就是说虽然它这个肩搭是不可以调节的 但是你不管去写背它 或者说把它这样背在胸前 我觉得都是一个特别合适的一个设计长度吧 下面这个是他们家出的Class 大概也是在今年年初所出的吧 然后这个绿色真的是我当时第一眼看到这个颜色的时候 我觉得我整个人都被它吸引住了 而且它这个绿是非常有层次感的一个绿 它是渐变绿色 而且它在不同的光泽下面所展现出来的这个反射光泽度是不一样的 它照样来说外面是这个小牛皮 然后里面是小羊皮 然后里面打开之后 大家可以看里面的这个内衬它是红色的 所以有时候你就算不要去记它 里面给它装些东西 这样打开去这样背 也是非常非常好看的 就红色和绿色它会有一个反差嘛 然后这个包的话 其实说实话不是特别能装 因为它整个这个包是比较硬 所以你要是装很多东西 或者说形状不太规则的东西的话 它这块是会有一点点鼓出来的 然后它这个包整个会有三个隔层 第一个就是这样 然后还中间有一个拉链 然后下面会有一个这个 这个五金件我觉得和Selene包色五金件是一样的 还是那种没有镀墨 接下来这款是我觉得Selene包当中一个比较冷门 然后用的人不是很多 但是对于我来说是利用率最高的一个包 就是也是这样的一个水桶包 是他们近年新出的叫Sangle 这个包它其实有两个包带 第一个是这种布的 第二个是皮质 这个皮质的包它可以调节那个长短 但是自从我买来到现在这个皮质的这个袋子 我还没有用过 我一直在用这个布的 这个布袋子它虽然不能调节长短 但是它的这个长度真的是刚刚好 而且它这个容量超级超级大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款没有任何缺点的包 那我先说一下它的优点 它的优点比起刚才的那个水桶包来说 它非常的硬挺 所以就是说不管你里面有没有装东西 不管你用不用它 你就把它这样子放在地上 它自己就会就是不会变形啊什么的 第二的话它的容量要比刚才那个还能装 因为它下面是直接这样的一个方形 它里面不仅有一个小阁层 可以放一些就是小杂物啊什么的 然后它外面这四侧这块都是阁层 你都可以放一些 比如说你可以随手把你的卡呀 或者你的手机啊就可以这样塞进去 然后这个包还有一个好处 天呐它好处真的是太多了 如果你在街上你觉得有可能里面装的比较多的东西啊 不要贵重的东西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这样扣起来 这样的话它也会增加这一个包的安全性 比刚才的那个Twisted Cabas来说较安全很多 而且它这个颜色焦糖色非常的秋冬 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买来Celine之后 我天天上班了 我那种时间真的是上班也在背 出去玩也在背 去哪都在背 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包 那接下来我又买Celine的三双鞋 那第一双是我在今年夏天购入的一双凉鞋 它是黑色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我觉得这个鞋真的是非常的经典百搭 我觉得你穿了三四年四五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后它的这个跟 就是不同于其他的一些高跟鞋的跟 可以看它这个跟是比较宽的 就它后面特别窄 然后它侧面又特别宽 所以它走起路来非常非常的稳 而且我觉得Celine他们家的 不管是包啊鞋来说 都是一个设计的非常低调 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喜欢Celine的一个原因 我觉得它就是非常的有质感 但是又同时又非常的低调 第二双是我今年开秋天吧 买了一双他们家的这个袜靴 这个袜靴我觉得如果关注我频道人来说 肯定已经见过好多好多次了 这也是我今年上脚率非常高的一个鞋 Celine他们家这个鞋跟的设计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稳 有可能它对一些人来说 感觉看起来会比较高 但是走起路来真的是相当的稳 因为我觉得Celine他们家这个鞋跟的这个弧度啊什么的 就会让它看起来特别的善导刺 然后它这个鞋型设计的就是会显得你的小腿弧度啊 然后还有你的这个整个脚的这个脚型非常非常的好看 然后前不久我去那个那边Markers撞街 然后正好是他们家所有的这个鞋都在打折啊清仓 然后我就无意间发现了我之前很喜欢的这双Celine的lofer 然后它凑近看的话是这一种就是有一些特别复古的像那个切尔西靴之类的这种设计 然后它整个穿起来因为它整个是这种小油皮 所以穿起来非常的软非常的舒服 这个颜色就是比焦糖色稍微的浅一些有点发局 但是又非常的百搭的一个颜色 我觉得这双鞋穿一年四季真的都没有问题 然后下面是我入的Celine的两封墨镜 第一副墨镜是我今年看他们那个广告牌上那个墨镜 我觉得非常的有科技感和未来感 我觉得还挺好玩我就买了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形状 但是其实这个墨镜说实的话 它的这个戴起来的舒适度不是很好 就是大家可以看这个地方 它是就是整个镜片什么的是比较前清的 所以这样戴之后它两边这边贴合度是不是很好的 而且你每次戴去照相的话你就不自觉的 因为它这样比较前清 所以你这个视线就是上面还是会有留白的 你就会不自觉的把头这样一痒 然后每次照相就是这样子痒着头 然后我觉得戴起来也怪怪的 然后我老公说我戴这个墨镜特别像愤怒的小鸟 因为它这个美貌这块是露出来了 所以这个墨镜其实我买了之后就没有搭很多次 这个墨镜是我前两天刚住 我那一天去转街 然后正好有Celine的柜台嘛 然后我就一个一个试了一下墨镜 我找到了一个特别适合我 而且我觉得就舒适感什么的都特别好的一个墨镜 戴起来就是这样 我觉得总议他们家有一些墨镜就是特别大 我觉得戴上之后就是对于我的脸来说太大了 然后这个墨镜我觉得它的大小啊 然后就特别适合我的脸 然后它这个 这块它的弧度是稍微有一点点上调的 戴起来之后就会看起来稍微有一点比较时髦 比较现代的感觉 它的舒适度还有它这个笔托也是非常好的 对于我来说 大概就这个样子 那好了以上就是我所有Celine产品的一个集 希望这些方面可以给你们一个比较全面的参考 那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那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些视频 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